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做了12期的嘉宾主持 现在 丁程兴成为了快本第六人呼声最高的人选 无独有偶 丁程兴的队友张振元 最近也被爆料称 将进入天天向上 成为新一代天天小兄弟 说起来 天天向上的天天小兄弟又开始招生了 如今大家都知道 第一期招生的胜出者是王一博 他在天天向上默默无闻地待了三年 终于在2019年 靠陈情令大火了起来 丁程兴和张振元 都来自同一个男团 时代少年团 经纪公司是时代俊风 也就是TFS所在的公司 所以 丁程兴和张振元 是TFS正儿八经的师弟 真的有好处吗 王一博在天天向上待了快五年 对他的事业真的有帮助吗 小八就以王一博为例 帮大家分析分析 王一博现在是娱乐圈数一数二的顶流 手握几十个代言 影视资源拿到手软 还都是超S级的大项目 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 但不管忙成什么样子 赚了多少钱 他始终坚持录天天向上 哪怕每一期只拿三万块钱工资 为什么 比起能说会到 又有综艺感的新人 磕磕巴巴 不爱说话的王一博 确实不太适合当主持人 他还被观众讽刺 站在台上看节目还拿工资 这也是为什么 他录了两年天天向上 存在感依旧很弱的原因 但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或许 天天向上对王一博的口碑没有太多提升 但芒果台却在他事业发展初期 给了他很多影视资源 天天兄弟也是来来去去了不少人 比如主持了一年的高天鹤 还有主持了十二期的元成节 两个人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没能留下来 长期来看 对他们的事业也没啥帮助 所以 新人要做的 就是先想尽办法留下来吧